好,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把关注折刀的一个测试 那么这把折刀的型号是G753 那么当然之前的话做过一个硬度检测 就是对于这个刀片做过一个硬度检测 那么四个点测下来分别是57,57.5,57,57.5 那么基本上还是还行吧,应该说是 为什么会做这个刀的测试呢 因为我做过很多关注折刀的测试 当然我也测试过很多其他折刀,对吧 但是反正怎么说呢 总归发到了帖子发出来以后 总归有人这样那样的说 那么然后呢 这把刀也是因为之前有猪油反应 说是把刀稍微弄一下 就就就就弯了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就说它很软 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垃圾吧 那么刚好呢 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刀友 一个朋友 他也有这款刀 那么他用了蛮长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自己还把这个刀开了一个半尺 因为他喜欢吃人 这是他手工开出来的半尺 这个水平非常高啊 那么他就说他把这个刀寄给我 然后让我帮忙测试一下 看看到底是情况怎么样 那么据他自己说呢 他说用用了半年的话 感觉还是可以的 那么完了 这个怎么说呢 反正每个人对刀的看法都不一样 对于刀的评价也都 评价的标准也都不一样 那么我做这种测试呢 也不想让 也不是为了要说服别人 一定要赞同我的观点 或者是怎么样 我更加不希望大家说 看了我的测试以后 跑去买关注的刀 然后买下来以后说 哎呀 感觉这个刀不行 都是我在测试里面 给做的这个推荐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 只是代表我的看法 而且我测的关注折刀的话 都是我手上有的东西 不能代表关注所有的产品 我也不想给关注打广告 我也不希望大家看到我的东西以后 就跑去买关注的东西 所以说 这点我是先说在前面 好吧 以免大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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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有什么产生什么误会 因为 说白了玩刀嘛 也就是推开心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为了这种东西 搞得他妈的 这个这个这个 人心里不爽 好那么 我们在测试这把刀之前啊 我有一点题外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怎么样去看一把刀 锋利还是不锋利 或者说你在日常用一把刀的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锋利度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削纸测试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 就是你用刀去削纸 对吧 比方说 我这里有一张废纸 那么你用刀去削纸 通常情况下 越薄的纸越难削 越软的纸越难削 越硬的纸越好削 那么你当然 可以很轻松的削纸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 判断出这个刀的锋利度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伞绳 大家看到没 这种普通的伞绳 这个时候你伞绳 如果你压切 可以切断的话 什么叫压切 就是不要拉 朝下压 这种感觉 啪 能够切断的话 那说明这个刀的刃口 也是比较锋利的 那么如果你在 没有伞绳 也没有这个纸 那么 怎么去判断呢 当然你可以用手去摸这个韧口 对不对 但是一定这样横着摸 这样子的话 你要有一点感觉 才能摸出 感觉这个韧口 是锋利还是不锋利 或者是 你又可以用你的指甲 比如说用你的指甲 轻轻的在刀刃上滑过 如果刀刃有一点 捏捏的感觉 那么就是说明 这个刀刃比较锋利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用刀刃去刮指甲 垂直于自己的指甲面 这样去刮 如果你刮完以后 发现这个刀刃上面 能刮出你的指甲屑来 说明这个刀刃也还是比较锋利的 那么这是 常见的几种 判断刀刃是否锋利的一个办法 那么我基本上 我认为呢 如果达到 这些标准的话 那么这把刀的刀刃 应该就是 足够你日常使用了 好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前面的一个题外话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会用到这些方法 来检测这个刀的锋利程度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测试 因为是折刀 所以更多的会集中在 它的切削性的方面 首先我们要切的是 这个比较软性的材料 因为我今天准备了很多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木头 木头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用刀的 用刀来对付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切入翻一下这个木头 稍后期细节准备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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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我切了弱斑下这个木头 反正估计几十下应该有了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刀刃的情况 那么我们 纸板剪 直光一点我们就用散生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散生 很轻松的就 压切的方式就切断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刀的蜂蜜度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你可以再用削这个方式来检验一些 所以说 削个木头就起白线 这肯定是胡扯啊 除非你削的是那种 我说不上来的什么 你削的是黄花梨 削的是什么什么 小叶子谈 那个不知道 这种普通的木头 不可能削得起白线 那么下来我们换一种稍微坚硬一点的材料 那么就是竹片 好吧 我们来削一下竹片看看 对 我说这种花梨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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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又削了 若干下这个竹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削了若干下这个竹片 那么 反正肉眼是看不到 有什么损伤 等一下 反正肉眼是看不见 什么损伤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压切往前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压切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 虚虚 不是像刚才那么顺畅 那说明这个竹片 对这个刀刃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再换一个刀刃的部位 来试一下看看 OK 那么还是 比较轻松就断了 竹片实际上 以我之前的评测的 测试的结果来看 这个竹片其实对刀刃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前提是 你是用削竹片的方式 不要去砍竹片 因为削和砍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刀方式 削的话 这个压力会比较恒定一点 没有什么冲击性 如果你要是砍的话 那么 会对刃口有冲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削是还是很顺利的 所以说 像这两种材料 实际上 就是你日常 用的应该是切的比较多的 对吧 那么当然 日常还有 可能切的比较多的一种材料 纸板 这个纸板是不一样的 这个纸板是 一个家具里面的电脚板 它压得很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纸板压得非常厚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对刀刃是有很大损伤的 那么这是我之前测试的时候 切下来的一些个样子 我们来试试 切这个碗 先把之前的这个给它切掉 加密码 好 那么我现在也切了肉干下 因为今天这个测试 它不是一个定量的测试 只是定性的测试 所以我没有必要去统计 我切了多少下 结果怎么样 切了多少下结果怎么样 所以我只是切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刃口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我们还是用压切散绳的方式来检验一下 这根散绳 大家可以看到 锋利度是明显下降了 因为微信已经很难把它散绳 压切断了 我要反复的这样去压 它还是不断 看到没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纸板这个东西 对这个刀刃的 润口的损伤是比较厉害的 散绳只能切到这样一个程度 并没有彻底断开 那么你肉眼去观察刀刃呢 已经有了白点和白线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削纸的时候 最多也就是只能做到勉强削纸 不可能很顺畅 当然因为今天这个纸比较厚啊 不是我以前常用的那种快递单 所以现在体现出的削这种厚纸 还是能够削的 但是明显就是不如之前的 削的那么顺畅 好 纸板之后我们也搞完了啊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接下来我们要 要试的是 电线 如果你要是电弓的话 你可能会用刀去切一些电线 或者什么东西的 这个电线的话质量比较一般 中间只有两股铜心 只有两股铜心 大多数都是塑料 然后我们再往后看 好那么我切了十下这个电线 那么切到十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切下这个电线 而且我切电线的时候 因为我手法的原因 所以我更多的是用到了刀刃的中前部 那么我感觉白点白线的情况 跟之前差不多 那么散绳压切肯定是没戏对吧 因为之前有压切不断 那么其实比压切散绳要求更低点的呢 就是直接这样去割 看见它能割得断 割一下还是能割断的 那么能割断实际上这个刀刃还是可以用 不是说到了你完全不能用的程度 再看一下这个削纸 也还是可以削得掉的 虽然是后纸 所以说这种铜丝对这个刀刃的话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再往后看难度更大一点 那么网线 这是网线啊 网线的话 它里面的因为是双脚线 所以里面总共有八根 八根线 所以说 这个对刀的要求会更高 那么这个东西我用手切的话就切不断了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锤子 我们用锤切的方式 那么我们把网线固定在这里 先用刀的前部 切断了 刀的中前部 断了 刀的中部 再来一次 所以在用锤子的帮助下 切断网线还是很轻松的 那么总共我是切了六次这个网线 分别用了前部 中部 前部 中前部和中部 那么可以看到切网线的地方呢 刀刃已经产生了更加大的白点 对于后纸 还是可以明显可以削的动 散绳的话 压切我觉得就不用试了 因为肯定是压切不断的 那么我们来割一下这个散绳 割一下还是没问题 还是比较轻松就割断了 好 那么网线我们也完了 接下来我们会用一些更变态的东西 什么叫变态的东西呢 这个 这个是回心针 回心针掰直了 那么回心针的话 它其实是用低碳钢的钢丝 退火以后 这个做成的 表面还有镀层 所以回心针呢 它是 就跟这个不一样的 就不再是铜了 这个是钢了 这个是低碳钢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用这个刀来切 这个回心针会怎么样 当然 我不可能用我的手去把它切断 因为 这个 我没有那么牛的麒麟臂啊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工具来帮忙 这个适当的 安装锤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找一段刀刃相对比较情况好一点的地方来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锤了几下以后 因为低碳钢它的韧性其实非常好 所以我 其实没有完全切断 没有完全把它切断 稍微一手掰一下就断了 我们再来试一次 还是跟刚才一样的 因为它已经嵌到下面的那个木板里面去了 但是这个钢丝依然是 没有完全断 因为低碳钢的韧性真的成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刀口 好像也没啥吧 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 切割不切之前有什么太大变化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 现在已经弄过好几个变态的玩意儿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块铝合金 那么这是铝形材上的铝合金 因为铝合金的话跟铝还是不一样的 铝合金相对的来说还是比较硬的 所以我们来切切铝合金看看 这是人家说刀是不应该用的切金属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滥用 刀的圆葳 这个铝合金实在是 很难切得动啊 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这个刀刃的情况 它还是能够把铝合金切下来的 可以看到我刀刃上粘的这个铝屑 所以它还是可以把铝合金切下来的 同时这把刀的涂层花了 这是铝的上面 这个摩擦铝下的痕迹 涂层已经花掉了 现在有个问题 很多铝粘在这个刀刃上面 那么实际上切过以后 我也不觉得这个刀刃的白脸白线 有增加多少 但是有很多铝粘在刀刃上面 OK 我们看到纸还是可以削得动的 这个铝合金我们也试过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偏袋的玩意儿 我要测试这个刀尖的强度 因为之前有助于我反映说 用这个刀尖撬一个小盖子 轻轻一撬 整个刀就弯掉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刀尖到底会表现怎么样 那么我们测试刀尖强度 我准备了一毛钱的硬币 我会用锤子直接把刀尖 看看是否能够穿透这个硬币 来考验这个刀尖的强度问题 因为在家里啊 我不能弄得太夸张 所以我只是敲了几下 那么硬币上呢 出了一个孔 但是没有彻底穿透 那么刀尖的话 刀尖是有点弯了 刀尖有一点弯 可以明显看到刀尖偏向一侧 好 那么我们 对刀尖的确是弯了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不锈钢板 这个比那个更厉害啊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不锈钢板会怎么样 你要想用这个刀吧 不去钢板钉穿 就是要用很大的力气啊 我不想在家里面干这种事情 那么我只是试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刀尖断了 看到没 刀尖已经断掉了 应该能看得见啊 刀尖断了 OK 断了就断了吧 反正这个我们的本来就是要 报纸把它往死里 往死里干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主题来做测试 那么接下来的话 嗯 我们会看看这把刀的锁定强度问题 那么锁定测试很简单啊 就是正销背销了 嗯 这个这把刀我感觉我刚才在用的时候啊 因为是碳纤维的饼吧 感觉很滑 我个人感觉手感就不如技术饼的刀 手感来得好 那么我们来敲一下看看 这个我因为比较滑 我感觉我抓不紧 那么我砸了十下 那么没问题啊 没解锁 开盒都是正常的 刀片稍微有点点头 稍微有点摇头 咦 怎么会有点点头呢 的确是有点点头啊 这样能感觉到 有点点头 那么不管它 我们再做正销 正销其实比背销还可怕一些 正销是直接销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正销我也销到若干下 那么也看到没有解锁的这个情况 摇头的幅度变大了 点头的幅度也变大了 不知道是因为螺丝松动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但是开盒还是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在家里还能做的一个测试呢 就是木方子挖槽测试 后面的话 批台测试的话 我估计得到 可能要到楼梯间去做 家里不太好弄 那么我们先把木方子挖洞 看做测试做点 这个木方子我以前测试过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挖出来洞 那么这次的话 我还是要把它挖出来 这个时候是对折刀刀身强度的一个很重 很大的考验啊 因为如果你撬东西会弯的话 我相信在木方子挖洞这一关的时候 刀片也会弯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木方子挖洞 就是纯粹的一个左右来回撬的一个过程 这个不锈钢在上面震的太吵了 我把它拿走 当然你在挖洞的时候 你不是说插进去以后 你感觉有很大阻力 你就拼命去挖 当然你如果你在真的干活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这个阻力很大的时候 你肯定也会稍微让一让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我不会插进去以后 我明明感觉到这个位置插的不是很好 还要拼命去挖 这个网线是个体力活 我试着从反面再来一下啊 哦 nice 只见一身清脆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刀尖 断了 那么这是很多刀在做挖木方子测试的时候 都会遇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把刀尖挖断 尤其像其中 你看大家看它的 刀片的厚度 它是比较薄的 然后这样子你在做这个对刀尖 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测试的时候 它往往就容易断了 因为它开的假刃 看到没 所以说这种测试其实是不对的 就是说你不能不应该 你就是说 呃 拿这个刀去去去做一些撬的动作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把强壮的直刀 它只是一把折刀而已 前面还开假刃 整体的刀的刚才的刃后只有三毫米 那么我们继续用这把断捩刀 把这个木方子挖完 这个好像我有点感觉 我可能挖不动了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木方子挖的大概有一半的深度 但是因为刀尖已经断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木方子彻底挖穿 没有老毛子那么变态的力气 那么下面我们来做一点chop的实验 就是砍坯 用折刀来砍坯这个木方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角度非常可以啊 我们做的肉杆子的大力砍坯 那么实际上除了刀有点窑有点点之外呢 本身其他是没什么问题的 像这种砍坯的话 对这种布方子来说 还是比较没什么大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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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测试就做到这里吧 那个劈柴的话我想还是还是不劈了吧 这个这个这个 应该也反正这个劈柴这个东西吧 你说它的意义呢其实也不是很大 基本来说的话就是看它锁定会不会解锁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就省略不做 那么前面这些测试的话 应该做的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 我相信很少会有人去这样测试一把折道 那么我们最终还是要来看一下 这把折道的测完了以后是个什么状况 脏死了弄的 首先我要把刀刃清理干净啊 因为我感觉刀刃上面粘了好多乱七八糟的铝蟹了 什么这个了那个了 所以我得先把刀刃给它清理干净 我用支架在刀刀上擦的时候 我明显能感觉到支架有阻力啊 好就这样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用手来摸这个刀刃 明显感觉到这个刀刃变盾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嗯这个支架在上面走的时候是打滑的感觉 而且有颗粒感 坑坑洼洼的感觉 这个就代表了这个刀片是受到损伤的 压切散绳不用做了 肯定断不了 我们来试试看 能不能打到对地要求 这样去割散绳能不能割得断 割散绳还是没问题 它是能割断的 这样的一个刀刃 还是能够让你使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刮支架是什么情况 嗯可以看到还是可以把我指甲割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子的话就说明 这个刀刃仍然是处于一个可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在我这样子一系列的暴操之后 那么削纸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厚的纸还是没问题 那么整个刀的话 感觉 是不是有点弯了 感觉刀剑那个部位好像是有一点弯 我需要找个东西再对比一下 还好 可能只是我的 可能只是我眼睛的一个视角不差 有点弯的一种 这种东西就有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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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油标卡尸作为一个参照物 让大家看一下 对焦对焦对焦对不上 对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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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感觉还行 没有什么明显的弯曲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测试就做到这里 现在的刀的情况就是刀刃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可用的状态 刀子的话刀尖断了 刀子是摇头点头 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把这个通过紧螺丝的方式把摇头点头给它消除掉 我先把主桌螺丝紧一下 太紧了 紧了 刀刀下不去了 主桌螺丝紧过以后 基本上摇头的现象没了 点头的现象依然存在 当你往下压刀片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锁定杆在跑 锁定杆被有点朝后挤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刚才在暴力测试的时候导致这个中间的配合间隙变大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哪怕它点头啊 但是背敲的话还是蛮可靠的 还是不会解锁 但是它就是有点点头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个测试就为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 还是那句话 人者兼人智者兼智 我只对我手上测试的这把关注负责 我不对所有的关注产品负责 大家这个觉得喜欢那就喜欢 你觉得不喜欢那就不喜欢 反正我也无所谓 好 谢谢大家 我死